Hello大家好我是Sam先生 今期的劇透影评就是早前 英王和天下一宣布 共同攜手制作和发行 十部港产电影计划的头炮 由編剧出身的陈茂妍首次执道 陈家乐和惠斯亚主演的不日成分 Ready or Not 大家趴一趴首先 再一次多谢这条片的升级赞助商 NordVPN NordVPN除了可以帮你解决一系列 现今香港人每一天都要面对的网络安全问题 就好像隐藏你的网上身份 面受政府的网络监控 可以保护你的电脑、手机 不会受到黑客的入侵 甚至你去到online shop买东西的时候 它都可以保障你的credit card password等等的个人资料和私隐的安全 NordVPN在全球六十多个国家 拥有5500个以上的service 我自己就用了NordVPN差不多一年 NordVPN的连线品质非常稳定 速度又快 就算是电脑白痴 都可以很快上手 非常之简单易用 而刚刚这几个月 都是一些电视、电影、奖行 公布得奖名单的时候 所以如果你和我一样 想找一些往年的得奖作品来欣赏 NordVPN就帮到你了 它可以帮你跨越地区的限制 令你可以看到不同国家当地 Netflix、Amazon Prime等串流平台的专属内容 例如你想看去年的奥斯卡最佳电影 上流几身族Paris 你就好可以连线去Netflix的泰国server 而如果你想重温 Queen Phoenix在足球里的征赞演技的话 就可以连线去Netflix日本 绝对可以帮你看尽这些金球掌 奥斯卡的好气派 现凡用我的优惠code 购买NordVPN的两年plan 可以享有三折 也就是70%off的折扣优惠 再额外免费送你一个月 回到每个月都只是$3.56美金 这个offer也都快结束了 你再不买的话 之后就不是这个价钱了 所以大家记得快点 click入下面info box 和置顶留言的连结 输入Sam先生这个优惠码 去购买NordVPN的服务 最后也都再次 多谢NordVPN赞助这条片 那今次的业配就来到这里先啦 不许成分是一套 会搞到我精神分裂的电影 所以以下就会有两种 完全不同角度的影评 你说到没有 每次开场都两分多中单 有被人骂的啦 你不死出来 我们就快点入正题咯 你不是说话那么慢 我们就不用出来催你咯 你不出来催我 我们就快咯 你说快一点点 我们就不催你咯 那现在你先说还是我先啊 你赢了啦 你先说 你先说 不许成分的故事是讲述 陈家洛飾演的阿佳 和维斯瓦飾演的可宜 在一个婚礼上认识 两个人一拍即合 相爱五年 终于迎来最大的感情危机 结婚 而电影就是围绕着阿佳 他两个兄弟灰虹阿健 和可宜 他两个姐妹 Jenny Jessica之间的一场男女攻防战 在去年年尾 戏院被迫停业 我想都打乱了不少 化红箱和电影公司的部署 原本不日成分 是试过定档在今年农历新年 和情人节 这个港产片的黄金档期 只不过人算不如天算 戏院一直要到三月才重开 如果在另外一个平行时空之下 不日成分可以在 何岁当如期上映的话 我想他可以说是近几年 最似样子 最好笑 最贴地 最有以前那种八九十年代 喜剧节奏的何岁片 我觉得首先要赞的是 不日成分的演员配搭 对于我来说是挺新鲜 挺有看头的 特别是男子组那边的 陈坚洛 朱柏康 沈家琪 就最有火花了 三条男子 互疾互串 对白也够了 抵死贴地 他们配合出来的喜剧感 也有少少令我想起以前 精装追女子 龙敢在里面 几个兄弟互相挖苦 而又互相帮忙的那种感觉 虽然不是说做到 和以前一样的经典好笑 但我觉得也算做到 以前六七成的效果 男主角陈家洛 在幸运时我 陈坚洛这个角色之后 我觉得一直以来 都没什么很大的突破 他在今套的表现 都是中规中矩 是做得放了一点 但当去到一些感情位的时候 就完全被维斯牙盖过了 朱柏康的喜剧感也展现得很不错 因为今次他的角色算是比较浮夸 所以他那种比较偏向舞台剧式的表演方式 就很适合进一步加强他的喜剧效果 而沈家琪的表现我觉得比起他平时做配角的演出 是来得更加亮眼 可能是因为电影里面 在这一部剧场里面的分量也挺重的 所以整体来说 他的参与度比平时多 不再只是一些出现几幕搞笑的配角 也都展现出更加多的可能性 例如可以在喜剧里面做一些比较重要上把位的角色 电影整体最好笑的桥段 都是靠着他和朱柏康去领导 而另一边双女子组的卫斯娅 谭善妍杨语 就有少少被比下去了 不是说他们表现不好 只是男子那边比较嘴贤多嘴炮 而女子这边的场口就偏向是一些关于爱情格言 两性心理等等的话题 所以相比之下 兄弟帮的场口就会比较放比较有爆点 而规物团那边就会是一些叶念深色的金句连珠 少了些喜剧元素 女主角卫斯娅近几年的演出 都看得出她的演技越来越成熟 在《失眠》 《个别之前》里面的演出都令我印象深刻 如在《炭色桥》里面饰演的Joyce 也都因为剧本多线性的关系 看到她的演出 还可以有更多细眠的处理 更多面性 好感觉到卫斯娅 已经可以好好carry到女主角的位置 相比起平时 正正经经的她 在《不逆成分》里面的卫斯娅 正经得来多了少少缓尾 搞笑 发点小脾气 和陈家乐互相斗嘴 这些情侣之间的轻松笑位 也令到她和陈家乐这条感情线 并不是那些很typical爱情电影的女主角 那么单一 多了一些现实当中 情侣相处的真实感和可爱之处 跳铺 跳铺 跳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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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桌 也有不少突破 甜笑的她 跳 虽然只有几秒 对着老公 发恶的她 展现出很多方面的谭线烟 令我很期待她之后 会不会再试一些更加特别的角色 而楊思榮我自己就不太熟悉 今次的角色也不算有什么异点 值得一提的是 在前度预告里面 她和陈家琪那条线 会有更加多的气氛 有些感情挣扎 一些展现到角色情感的部分 最后可能因为剧情和主线 不是说有很大的关系和连结 所以剪走了 我觉得都挺可惜的 总结来说 如果是一套纯打闹喜剧 一套賀岁片的标准来评论不日成分的话 她绝对是一套笑位铺排得很好 足够轻松搞笑的作品 甚至可以说是在近年的賀岁片里面 做得最自然的一套 不像上年那些恭喜八婆 如珠如宝那样 感觉好像硬塞了很多gag 进去到剧情里面 最惨还要是夹眼得利 不要笑 我觉得不日成分 真的有给到我以前賀岁片的感觉 这种精装村女仔色 己男己女 兄弟帮姐妹套 有少少夸张 少少方弹的对碰器码 要做得自然 節奏明快 不是那么容易的 最重要的是 演员之间挺有火花 如果不日成分 真的可以在农历年里面上到的话 它会是一套真是令人笑得很开怀的 一套賀岁片来的 好 Hello 我是Sam先生 我就不太同意刚才那条谋理所说的 在不日成分的第一条正式预告片里面 它反而是以一套爱情电影作为包装 這套電影在開始前還要有一段這樣的說話 獻給所有想結婚、不想結婚、被迫結婚的人士 再加上《不日成婚》這個戲名 不多不少都會令我對於電影裡想探討的愛情觀、婚姻觀有多少期望 首先要說的是 如果是以一套愛情電影去評分的話 我覺得《不日成婚》是不合格的 我自己不太收貨的 我自己其實很怕一些愛情電影 又或者Facebook IG那些叫春page 經常都會用一些所謂的兩性關係、愛情觀 去講一些非常兩極化的既定觀念 一大堆只是為了給他們尋找認同的所謂金句 就好像電影裡 男人年紀越大就越不知自己想要什麼 女人就好像毒品一樣 開頭吃的時候會很興奮 但吃久了就會慢慢蠶食你、改變你 電影裡也不乏有這些對白 這一堆聽起來好像是金科玉律的東西 第一 會一足高大一船人 標籤化了港男港女 如果是一個好劇本的話 它會希望你可以從角色身上看到這些現象 而不是不斷在角色的口中去刻意扁低其他人 第二 這些金句的內容和電影裡的愛情線 也談不上有什麼很大的關係 阿Guy不肯結婚著 究竟他是有更長遠的計劃 還是他真的不知道自己想要什麼呢 這本電影都沒有好好交代到 再者 你什麼時候會見到一套成功的愛情電影 會聽到一些 Mensbla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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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仔blahblahblah 第二 要說的是電影裡所描述的愛情觀、婚姻觀 都是有種強迫的感覺 有一些不應該存在的錯誤觀念在那裡 就好像在戲裡 阿Guy很喜歡開電單車 但可宜和姐妹覺得電單車最多只是載到兩個人 而私家車就可以載到四個人 覺得阿Guy沒想過去學私家車 是一種吊兒郎當 不想組織家庭的表現 那我就想問 如果可宜覺得很需要一輛家庭車的話 那為什麼你不主動提議他去考呢 要拿一張照片出來 什麼都不說 然後就expect他會明白 這樣真是好的溝通嗎 又為什麼電單車和私家車不可以同時存在呢 既然你這麼想組織家庭 為什麼可宜你自己不去考呢 電影裡的女性就要逼死男性去放棄 逼她做選擇 她肯放棄才叫成熟 才叫有心跟你去結婚 有例如在戲裡 可宜和姐妹覺得阿Guy需要有新鮮感 所以就打算跳pro dance 制服誘惑去主動滿足她 這段劇情是沒什麼問題的 可宜是真的有去思考過 真的想去解決情侶之間沒有性生活的問題 但當心敗過後 竟然玩到偷偷地落藥和硬來 那整件事就不是解決問題 而是霸王硬上攻 甚至乎阿Guy怕到要去買侍候丸磨粉 想偷偷地給可宜吃 這樣真的是一對情侶應該做的事嗎 我明白 如果當它是一段荒誕喜劇來看的話 當然就沒問題 就好像以前那些電影玩什麼收縮水 但當你以一部愛情電影去看這些橋段的時候 就會完全投入不到 甚至會反問一句 這樣真的好嗎 而我覺得在《不日成分》裡面 最令我失望的是電影的結局 其實因為大家沒有一個共同的願景 一個配合到一致的婚姻觀而暫時分開 是沒什麼問題的 阿Guy和可宜各自都可以在這段時間裡 認真思考一下究竟怎樣去配合去改善 就正如可宜的婆婆說的那樣 去了解一下自己真正需要什麼 阿Guy在思前想後之後 她覺得可宜為了她放棄了很多東西 一直都沒有去留意 所以她選擇去作出改變 留著可宜 阿Guy的一句 我不想沒有了可宜 所以我可以和她結婚 之後阿Guy就決定放棄了電單車 報名去考私家車 去象徵著她的改變 而可宜就準備去英國Working Holiday 實行一件她之前已經很想去做的事 而這個時候阿Guy來到可宜的家樓下 希望以自己的改變去留著她 其實劇情來到這裡 故事最好的完結方式 就是她們暫時在一起 不過她們兩個也各自分別去做她們自己喜歡的事 學阿可宜所說 用這兩年時間去想清楚 究竟自己真正需要的是什麼 去思考一下是否真的想和對方結婚 組織家庭分享未來 如果電影是這樣完結的話 我會覺得是合格的 因為阿Guy學會了去為可宜放棄一些東西 學會去欣賞對方的付出 可宜也由一個不斷付出為對方而活的人 成長到懂得去為自己想多一些 做一些令自己開心的事 誰知就一個屈尾十 阿Guy扮酷魔在機場裡向可宜求婚 你要我等兩年我等不到 所以我現在就要結婚了 I'm sorry, What? 如果只是因為不想別人走兩年而選擇結婚 這樣不是Ready去結婚 這樣只是為了留住個人而去結婚 這樣跟為了留住老公 去跟他生小朋友有什麼分別呢? 不過電影裡也有迫她吃偉哥 和中出即結的想著 作為一套賀歲喜劇 《不日成婚》是一套很不錯的作品 但作為一套愛情電影 《不日成婚》可以說是不合格的 但他劇本的編排又不算是一套普通的愛情喜劇 導致電影本身的情節是有少少精神分裂的 由電影開始愛情的問雅 愛情故事的情趣 去到和愛情線脫軌 變成誇張荒誕的喜劇 再去到結不結婚的拉腳 愛情電影最後的求婚戲碼 愛情和喜劇兩個部分是拉不在一起的 就會有種的確它是很輕鬆搞笑 但在愛情線當中 特別是電影的片名 故事的主族想探討的婚姻觀 就好像在電影的最頭和最尾才出現 沒有一個好好的故事脈絡 角色成長 令到主族想表現出來的婚姻觀 更加合理更加深刻 其實《不日成婚》裡面有不少的情景 我覺得是拍得挺有心思的 就好像他們分手之後 那段用好像《500 Days of Summer》的左右分割畫面 去表現男和女 在分手過後時間流逝的心境變化 那段在家裡一剔過的生活點滴等等 都看得出作為新導演的陳茂賢處理得很不錯 所以如果《不日成婚》可以減少一些喜劇的部分 作為一套真真正正的愛情電影這樣拍的話 可能整體的效果是會來得更加好 就或者你一開始宣傳的時候 就以一套喜劇來做包裝 那套電影的名叫做 《結婚未搞我》 《孔婚兄弟邦》都可以的 將它拍到好像《大丈夫》 又或者這套電影片尾裡提到的《九叔俱樂部》這樣更好 總結來說 《不日成婚》的愛情線 和對婚姻觀的描寫的確令我幾失望 不過導演在拍攝拍拖的日常 吵架 一些情感表現的部分 是拍得很不錯的 挺有感覺 《不日成婚》的喜劇的部分 絕對為電影爭取到不少的分數 整個觀影體驗是不錯的 只是我覺得電影在定位上 令到我有些過度期望她愛情的部分 如果你當她是一套現代版的精裝追女仔 又或者是一套《大丈夫》來看的話 觀感就會合適了 今次我們對於《不日成婚》 《Ready or not》的評論就來到這裡了 如果你想看更多影評和電影的影片 就記得訂閱我 按下旁邊的小鈴鐺 記得要按搶先看全部 我們下次一出片的時候 你就會第一時間收到通知 不會錯過了 還有就是要CLS comment like share這條影片出去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再次請訂閱